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矛盾已经彻底的公开化了 大家可不要轻看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中国政治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矛盾 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我们看到共产党建政以来 两次大的社会动荡都是因为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矛盾引发的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浩劫 对整个中国形成最大的一个动荡 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他们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 长期的一种意见不合矛盾 公开化,最后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发动军队 把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彻底的打倒 把刘少奇给整死 所以他发动了十年浩劫 1989年我们知道除了知识分子体制外很多因素之外 体制内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第一号人物 邓小平和第二号人物赵紫阳 他们各个方面意见不合产生矛盾 最后给社会以很大的空间进行了八九民主运动 那么当时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主要有对资产金融自由化的定性 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 4.6社论的定性 还有要不要进行戒严等等的这些矛盾 所以第一号、第二号人物的矛盾很快就会转化成大的一个社会动荡 甚至大的社会变革 那么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呢 既然由来已久 习近平一上台呢 就存在了南院、北院之争 那北院呢 就是国务院 他的李克强这一套经济学呢 跟习近平主张的完全的不一样 产生了多次的矛盾 后来呢 以这个习近平为主流 他得意的好朋友刘鹤 他的经济学为主导 但是两个人的经济路线呢 完全的不同 经常发生摩擦 那么这次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呢 一开始李克强就被认为为抗议小组的组长 但是呢 很快 习近平呢 就对外界宣布 是我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单单的针对李克强 担心呢 大权旁落 大权呢 他的领袖的分头啊 比李克强给抢走 当他说 他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的时候 那最大脸的一个人谁啊 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饱受羞辱啊 那么这次两会 打记者问的时候呢 李克强就说 中国呢 人均收入 一个月不到一千的 有六亿人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才三万人民币 这完完全全打了习近平的脸 习近平主张小康社会了 已经 中国呢 已经变成厉害国了 那他在两会上的发言呢 实际上让习近平 饱受羞辱 紧接着呢 李克强到山顿视察 说中国应该发展地摊经济 因为地摊经济呢 是人间的烟火 是中国的圣机啊 所以那各地 来大力发展地摊经济 成贯也不管了 那全世界都在关注 中国的地摊经济 但是呢 北京日报突然发文 说呢 北京不适合地摊经济 而且强化对地摊经济的 彻底的管理 那么人民日报 同样也发了文章 说地摊经济呢 可以升温 但不能发烧 紧接着中宣部下令 所有有关地摊经济的词 全都给屏蔽 而且呢 城管呢 也开始大力的整治 各地的地摊 一夜之间 风向全都变了 原因是什么 习近平不高兴了 因为你搞地摊经济呢 你的本意呢 可能是解决失业的问题 但影响了我们 厉害国的形象啊 你搞地摊 那完完全全是最原始 最落后的活命的经济 虎口的经济啊 这个厉害国的国家形象 完全不符合 所以你绝对不能再提地摊经济了 谁提呢 谁就是窝怂我们党的形象 我们国家的形象 我们整个民族的形象 那习近平呢 那习近平呢 和李克强之间的矛盾 现在是越来越明显 李克强他本身呢 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也不是像赵紫阳那样 有理想主义的人 他呢 有点类似 刘少奇 他就像呢 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 因为他不实实在在做事情呢 最后问题出来 怪罪的还是他 就跟我们看香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最后中联办 港澳办主任全都给撤 那这些人呢 实际上听的话 听的指挥 都是从习近平那里来的 所有的责任呢 应该习近平服 但是问题出现之后 正正负责任的 还是你们下级官员要负责 所以呢 李克强担心的是 一旦国民经济发展不好了 完全听了习近平的话 之后呢 实际上造成最大的责任 还是要李克强承担 所以他提前呢 要讲清楚 不能按照你的那一套来 要实实求是 按照我的这一套来 所以呢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想 办点事情的人 包括呢 对这个私人经济 进行放松 发展地产经济 来解决这个失业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经济呢 现在确实非常非常糟糕了 所以他要讲一些实在的话 来解决目前的困境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没什么野心 你看他的这个样子 完全就是一个 宦官太监的样子 在习近平前面 非常的小心谨慎 小心翼翼唯唯诺诺 可惜呢 他害怕呢 最后给他 按一个不负责任 堵直的责任呢 所以他要实事求是的 禁止的做些事情 仅仅是这个愿望呢 就跟习近平产生巨大的冲突 因为习近平呢 特别的浩大喜冬 特别的要树立这个强国的形象 所以你一旦实实在在地 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 就跟他的浩大喜功 就跟他对整个国家脱脂磨粉呢 产生巨大的一个差距 巨大的一个冲击 那么习里之间的矛盾呢 现在已经公开化了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 看李克强这边有没有力量 我们在六四当天呢 也分析了 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呢 完全跟当年的赵紫阳和邓小平的 还不一样 赵紫阳当时呢 毕竟还有一帮的官员在支持他 还有最关键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广大的穷众在支持他 那时候赵紫阳的力量还算可以 但是李克强这块呢 他的整个国务院呢 势单力薄 他这几年呢 也没有发展多少他的势力范围 现在习近平这边呢 那势力是非常的大 全部都是习家军 为什么北京日报首先发难 就是蔡奇 这个忠心耿耿的习近平的习家军啊 首先就是发难 所以呢 这样一种势力的对比呢 完全不构成比例 但是呢 历史也有一些变局 各方面的资源 因缘巧合 有些家军里面的人突然觉得 李克强这方面还是不错 来加入到李克强的阵营 然后把这个事情呢 发生一个大的翻转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中共呢 我们最担心的是 它铁板一块 但目前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的身影 仅仅是因为经济路线呢 产生了不同 还不是像赵紫阳 德小平呢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产生不同 但是这样一个不同呢 就足以 让中共这个铁板一块产生一个分析 然后呢 有可能呢 继续的撕裂 有可能形成大的一个社会的变局 那么我们看到呢 最近网上突然流传一个中共对他的党员所颁布的二十步种的一个规定 而且这个二十步种呢 它是专门针对你不上班的时间的 这是一个叫中央国家机关党员的一些言行规定 这个党员的言行规定里面就是规定 你在下班的时候 在你私生活的时候 在你任何的一个地点 任何的场合呢 你不上班的时间呢 你都要遵守这二十个规定 这些规定呢 有不种偷听敌台 不种浏览这些境外的网站 不种点赞 不种妄议中央 要时刻觉得两个维护 就是你在家里 你跟你太太睡觉的时候 你跟你太太说话的时候 你跟小孩说话的时候 你跟亲戚朋友喝酒的时候 在任何的时候 不种妄议中央 不种听听敌台 不种偷看国外的网站 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呢 现在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我们知道偷听敌台啊 这个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一个名词 这些对党员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在胡温的时代 就是在江泽民的时代呢 在他业余的时间都基本上没有明文的要求 就是说你下班时间做什么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规范 但是现在呢 把你下班以后 你家里你私生活 你在床上干什么 他都进行了规定的 所以呢 作为一个党员呢 现在完完全全身要变成中共 中南海操纵的魔物 就变成蔡霞教授所说的政治僵尸了 所以党员呢 是非常的可悲啊 你们就是共产党的僵尸 木马仪啊 一个火山口哨 不仅由李克强公开的在经济路线上 跟他挑战 中央形成了两个中央 开始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 那么地方上呢 这些官员们 尤其是这个各级的党员们呢 也都重重一动 频繁的浏览国外的网站 频繁的还点赞发言 在卫星圈里 在朋友圈中啊 经常散布一些跟两个维护 完全不符的言论 所以呢 习近平感觉到他坐在火山口上 所以必须要加强控制 但问题是 你越加强控制呢 人们这种反弹的心理越强烈 共产党员 高级干部都非常不满 那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 所以中国的大变局呢 马上就会来到 当然呢 我们一再强调的是 这个大变局呢 外部的力量 也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呼吁 国际社会呢 一定要对中国政权全面的制裁 彻底的脱钩 甚至军事打击 那么蓬佩奥呢 在昨天呢 国务院的网站上发了一个 中国利用弗洛伊德事件 进行负面的对美国进行宣传的一个强烈的抗议 也可以说强烈的声明 说中国政权呢 非常的下流 把弗洛伊德这样一个事件 跟中国的香港 跟中国的维持稳定呢 完全给谎笑的一块 实际上中国是个独裁政府 中国的警察 拉根 美国的警察是天壤之别 我在美国待了十年 我觉得美国的警察呢 一个一个都是约翰 都是非常的 nice 非常的温和和蔼 我是经常超速啊 但是抓住之后呢 他也非常文明礼貌 然后给你开罚单 然后你还要到法庭 那除了这个接触呢 平时你有什么难啊 你问警察 他们都是非常的和蔼可行的 那弗洛伊德事件 那个警察只是一个个案 把个案处理了就行了 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个案上 大肆的说美国警察多坏 现在全美国已经形成了大的抗议 要推翻川普政权了等等 所以美国国务院也是第一次 就一个国论的事件 来发表一个声明 来指责中共政权 那这个外部的压力呢 对中国政权就会越来越大 那各种的惩罚措施 我想呢下周 就是本周开始的这样一个 我想各种的社会 我想美国政府各种的制裁措施呢 会马上就会推出来 对中国政权产生巨大的一个压力 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变革 内部的权斗 内部的路线方针的斗争呢 结合起来 那中国的大变很快就会来到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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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